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我又回来了 今天这支影片要讲的就是 11月15号韩国天堂M更新的细节内容 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关于装备进攻的部分 那这边讲一下装备祝福进攻 就是指针对现有的英雄及以上防具 也开放了二阶段祝福 就是目前现阶段 只有武器跟视频有二阶祝福嘛 防具也开放啦 可以被祝福的防具有 红装以上的头盔盔甲鞋子手套 披风裤子盾牌跟臂甲 而且是所有的防具都可以进行二阶段祝福 那二阶段祝福只要使用一张祝福卷头 就可以百分之百出现随机的二阶段属性啊 前提是你必须要先完成第一阶段的装备祝福哦 那能够祝福的属性有哪些 首先英雄级的装备 一样有三个阶段的属性可以随机筛选一到三种 分别是第一阶段是PVE的伤害减免 暴击伤害减免 PVP的伤害减免 还有一般的伤害减免 第二阶段有魔防加1 HP回复加1 MP回复加1 还有防御加1 第三阶段就是属次属性抗性加1% 然后HP加25跟MP加25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的第二阶段 这关键在于防御1 你全部的装备如果二阶段再起防御 你的防御又会再提升一个档次 所以未来大家的防御上看300 可能是指日可待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内容有哪些 传说级的防御前两阶段是一样的 只有第三阶段有所不同 它的四属性抗性可以随机出现1到2%的加成 然后再来是HP跟MP的提升 也是从25到50的两个阶段 去做随机的出现 最后就是神话级的装备加成比较多 它是1、2、3阶段都进行了1到2的点数加成 随机跳动 那其中HP、MP的提升也是从原本的属性 乘以了两倍的能力值 从HP加50跟HP加100 好这次的祝福也针对着祝福物品的描述进行的优化 就是你在开祝福能力的时候 我猜是它会有做颜色的区隔吧 就跟之前武器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就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装备祝福的玩法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更新就是针对了战斗的能力度 提高的那个优化 它是主要是针对就是你的人物 如果被NPC或者是玩家或者是障碍物给遮蔽的时候 现在会看不到你的人物只会出现你的血条 改版之后它有个选项可以让你的人物轮廓线打开 你就可以清楚看到你的人物的位置在哪边 你的外观会出现蓝色的轮廓 那你点的目标 玩家它就会出现白色的轮廓 那你攻击它之后就会变成红色的轮廓 就是等于说是你可以清楚的辨别你的位置跟你打的目标是哪一个 那这个功能有的人觉得可能看久的会不习惯 或者是你还要适应一下的话 你也可以在设定那边自行的开关切换 好接下来更新的是这个血蒙 血蒙分配奖励的方式 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功能 那这个只有在拥有城堡的网组才可以使用的 我们就先跳过啦 在后面就是针对血蒙组队的改善 血蒙组队的队长可以进行的分配方式 有原本的自动跟一般新增了血蒙抽签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到底是干嘛用呢 整到开放之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吧 那这次更新内容我的前导影片 CN情報有讲到不止这些内容 这次我们重点是在于韩版的周末制作 还有他的礼包内容 我说过很多东西你只要先花就会 你可能会赢在起跑点 或是你先抢先得到 但是你为了要拿那些随机的卡 你抽了很多钱 你可能会比别人花好几倍的时间跟金钱 去搞那个东西 到时候你还缺一张你会痛苦 那我说过不要急 你等到后面他陆续会出保底取得 或者是自选箱 这次韩国就出了自选箱跟保底取得啦 然后这个就是台币包 韩国台币包55,000韩元 折合台币除以40大概是1490吧 到时候到台湾应该是1490的价格 可以去获得这个奇岩城的商人贸易凭证 那这个凭证你可以保底制作什么呢 可以保底制作我们说的教堂系列 纳格巴斯礼拜堂的变身卡自选箱 之前出过都是随机箱 四个随机出一个的个卡盒 而且很难得到 然后接下来还会出那什么 呃 粉卡 粉卡也是随机出 而且还不一定是教堂系列的 这次直接开放八个硬币自选教堂卡一张 还有八个硬币自选西游卡一张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 好那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就周末制作在滑动的期间我跟各位讲 请现在先把三色硬币囤起来 哪三色呢 变身币娃娃币还有圣物币 因为韩国最后的周末制作相当的疯狂 他出了全部的英雄卡自选箱的兑换 好上面看一下 这边是用拼的 一万两千个硬币 三种硬币可以去拼 英雄的合成自选卡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是下面 保底兑换 团版本周 开放了240万 变身娃娃币还有圣物币的兑换 我们念一下好了 240万变身币可以自选 可以兑换一个古典系列的英雄卡自选箱 240万可以兑换梦叶之导英雄卡自选箱 可以兑换欧灵痕迹英雄卡自选箱 可以兑换这个第一次出的金字形神塔英雄卡自选箱 我等了这么久就为了等这一箱 我全面都不想抽就为了等这个 还有240万的欧瑞娃娃自选箱 再来更重要的240万的圣物币 可以兑换英雄圣物自选箱 特别的什么是特别的 它里面可以自选不死鸟的羽毛 格力特的双刀 斯利安的弓 还有宙斯的魔杖 4个稀有圣物 然后如果你说我稀有的都不需要 我想要便宜的可不可以 可以 这边还可以用120万三种硬币 去兑换基本的合成卡自选 所以这周韩国应该算是把所有的卡箱都出一轮了 请大家在近期如果你有缺的话 一定要把这三色币囤好囤满 早点囤我有坏处的 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后续会再陆续更新 今天韩版公告的黑暗骑士版本改版内容 请大家锁定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订阅点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